澳門政府週六宣布 中央批准內地與澳門通關 恢復電子簽證 澳門人去內地不用檢疫 只需要持有48小時內有效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 也批准內地旅行團赴澳 當局計劃先恢復四省一市旅行團 包括廣東、上海、浙江、江蘇和福建 不過香港人去澳門仍需要維持7加3檢疫要求 即是7天酒店檢疫加上3天自我監察 賀一誠說不評論香港的0加3安排 強調澳門抗疫不可躺平 防疫措施我們必須與內地是保持一致的 7加3是沒有改過 這個方面來說我們對香港來說都是維持7加3 所以這個防疫措施我們與內地是同一個方針去做事 這樣才得到內地對我們有關的電子簽註和旅行團的恢復 關於鄰近地區去改變了有關的方式 我不作任何的評論 政府評估來說我們現在在現階段內地的客員對我們是一個最重要性 請討論一下 請討論一下